1月15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关于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并打击责问 财政部部长助理许鸿才表示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对激发市场活力 降低企业负担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全年减税降费规模约1.3万亿元 许鸿才介绍 2018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兼具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财政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距离增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促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宏观调控目标较好完成 一是大力实施减税降费 保持较高制度强度 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二是强化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推动三大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 促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 三是支持深化共维持机构性改革 落实三区一江一国重点任务 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高 实施生物推进依法理财 强化管理等基础工作 加强财政内部控制建设 推动改善影响环境 许鸿彩对于2018年减税降费有关情况指出 一是深化增值税改革 降低部分行业增值税税率 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 对部分行业实施期末留底退税 二是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实施5000元每月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新的税率表 三是出台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对企业所得税减慢征收的小型运利企业 应纳税所得额的上限 由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 将小微企业和固体工庄货贷款利息收入 免征增加税担负收入的额度上限 提高到1000万元 四是支持科技研发创新 将企业研发费用加紧扣除比例 提高到75%的政策 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 将创业投资企业 添使投资个人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试点范围 推广至全国 将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拒转连线 有5年延长至10年等等 对于2018年减税降税有关情况 徐洪才表示 第五点是两次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 降低关税总水平 对进口包括抗癌药在内的绝大多数药品 实施零关税 减按3%征收抗癌药品 进口环节增值税等 我国关税总水平 由2017年的9.8%降至7.5% 第六是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政府性基金 以及社会保险费 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 经营服务性收费等 总的看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 对激发市场活力 降低企业负担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年减税降费规模约1.3万亿元 对激发市场活力